在2009年,一個住宅單位中 發生了一宗蟹人的命案 女戶主被她的飛鴻生湯致死 當時打下保安,見大門深血 見到屋內,發現女死者 躺在客廳身重多渡 而滿身鮮血的飛鴻 就神情愛濟地坐在住人房 來到《通靈之王》 終極篇的最後回合 看看這間屋,在2009年,6月發生過甚麼事 那個地址是哪一區 我需要你去這間屋的地址是… 有人 離開過的,有兩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一見到大門,她是刻意修飾過 但她有很多地方都是缺了閣 缺了閣 主人房就會有吵架的跡象 她剛才說得很對 近衛缺閣,其實那個就叫嚴連衛 這個嚴連衛缺閣就是告訴你 這裡跟夫妻有好 或者是跟任何人的關係都是不行的 那就會出事 她一追下去,就中了 我聞到她們的味道是焦的… 是焦的味道 有關於淺的,有企圖的火災 有關於淺的… 有關於淺的 她應該有答案了 終極答案,請你說出 應該是主人騙了… 不是,想因為錢、財政 去做一個災難出來,燒死人 然後騙取一個保險金賠償 去到這個狀態,在這個時間 其實我也有點累,有點累 發生了什麼事? 還是想要是去承認,讓她 Tibetan 這天啊 我要… 你怎麼能… 很難 Xin… 你怎麼會這樣 我… 我… 你自己去找他 我… 有人死了,那個女性她本身是一個有錢的人 所以就很有自信 她表面開朗,但暗地方… 難道是腋骨症嗎?被騙了錢,所以… 自…所… 明明頭幾張牌已經很清晰了 為何一揭下去就扯軟了呢? 你剛才一直說有人死了,誰死了? 誰死了? 仁慈照顧者角色 她的角色是一個照顧人的角色 我猜是一個媽媽 即是一個太太,總之是一個太太 我現在問問這位照顧人的角色的女士 你還在這裡還是輪迴了? 她沒有說到死了那個 她反而說了去謀殺人的那個是甚麼心情 如果她有糟糕 她應該是在客廳那裡去的 客廳有一個大崩塌 導致致命的意外 照顧人的角色… 喂,不是,照顧人的角色 工人跌到街上也行 她通來通去都在單位一下 現在無法拍攝 好了,我這次真的最後決定了 好… 女主人一定是有被人欺騙和陪伴 除了金錢損失、感情損失 有可能是有一個很嚴重的抑鬱症 然後…有可能在客廳發生了不同 其實她的頭三張牌,我想說的 都已經將整個故事說了出來 寶劍、陸信錯了人 跟女士有關 我可不可以開住那家屋 你們的影片裡面 對,不用…我想維持在這裡 我想維持在這裡 為甚麼惠惠突然叫停維持畫面呢 又是客廳 你覺得一個大廳的問題 你看到甚麼 很虛弱的氣息 梳化中間那種 跟這件事有關係的那個人 他由大門推開就走進去 坐下 坐…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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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就… 叫向了這張圖的那邊 那邊的方向 即是說… 她坐在… 她坐在那張梳化上 她坐在中間那張… 沒錯 她說到就是… 她之前… 她是… 淋她走之前那段時間 她很痛苦 掙扎想叫救命 她是說得到的 我感受到她有掙扎的 在這個過程中 她想… 她是說得到的 她是男性 她是男性 男性 她是長頭髮 我會笑 她是否會笑 如果現在我放下 之後我再偷襲 我覺得… 她坐得很離譜 因為我很清晰 看到長頭髮 但男人 我聽到她說 我看到衛衛 我看見他幾次在他身上發放的能量 其實已經到了 但他用了他的意識 清醒自己 蓋過了給他的潛意識 我很大的疑問就是 為何你不相信自己 離開比賽現場 維維突然說他有很多事情想說 所以你現在覺得答案是 我看見的事情其實挺恐怖 應該是兩個人 有一個是中國人 有一個是深色皮膚 不是亞洲人的膚色 菲律賓姐姐有錢銀關係 因為我覺得不是男女關係的東西 剛才那個屋子沒有甚麼存在 男女關係的東西 既然你也看到這些景象 但你說不到 你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甚麼 不過我也知道很多人看著 所以我…我沒太多信心 今晚就會產生真正的通靈之和 阿爹 在今天全天裡的表現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我今天的表現就是 已經是失負我的水準 杜惠惠, 比賽之後 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 你可以將事情很完整地說出來 為什麼? 我很擔心自己說了一些 完全反方向的答案 不夠肯定自己 好, 羅詠惠 我不得不佩服你一件事 我們看著你一直沒有信心 直到可以站在我前面 你要放棄做一個演員 而參加比賽做一個通靈師 你有沒有後悔? 沒有, 已經賺了 因為在這個占卜的道路 是很孤獨的 可能大家對占卜師 會寄你三分 你又未必有人可以信聞 錯了又轉牛角尖 我又想過不來參加上退縮 但我到這一刻, 都沒有後悔 你們哪位成為通靈之王 就向前走 羅詠惠 你沒有錯放棄了你自己做演員 你到最後成功拿到我手上 的通靈之王寶座 加油 我一開始為自己開牌 參加這個比賽 如果你要去最後的話 切忌囂張 再揭一張就是 誰說自己贏, 誰會輸 經常劇組叫我貼自己 有些自信心 我當然不用了 貼自己就糟糕